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赵主斌今月被捕前博士房一直在营运中 目前已知至少74个女性受害 当中16个人未成年 26万人看过或有份发布相关影像 连同赵主斌在内合共十多人被正式拘捕 平均年龄二十多岁 当局追查其他涉案人士 包括第一代群组管理人 网名割割的用户 过百万人在青雅台网站联署 要求公开全部管理人和会员的身份 予以严刑 首先电视机者李金文报道 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挺严重 我觉得应该要 我们可以拿出来大家去谈一谈 因为不只是说某几个国家 其实全球里面 欧洲 北美 亚洲 有很多的人被人捉了 或者被人威胁性期间 去进行一些很多不同的不合法的行为 例如是性暴力 性行为 例如是被人卖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然后做了性怒 刚才我们看的那条片 就是在韩国前几段 很轟动的片段 就是一个我们叫N房间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这个趋势 已经不是好像我们以前那样说 叫做好像以前那些叫性怒 就是捉了那个人 然后后来绑住他 困住他 去进行一个性交易 或者是进行一个性犯罪 已经去到的地步 有可能是不尋常到一个位置 我们是不知道哪一个 和哪一个 或者是哪一个是受害者 都没有可能去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这个N房间 在这个 不要说北美 有没有任何其实 在我们现在相处的人里面 其实是有可能 是被人有性暴力 或者是被人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而是我们是感觉不到 或者我们不知道 这件事实在发生太多了 好像你刚才那样说 只不过是一个网上版 经济效益更大版的 现实生活中的人口贩卖 性贩卖 一向我们说传统的人口贩卖 就是欺骗了一些女孩 然后放在不同的地方卖 然后他们的照片 或者一些图片 放在背景的地方 他提供那个地方 一个场所 然后约别人去 然后去交易 固然收大符 那个就是他的所谓的管理官 很多时间就是欺骗这些女孩 说他差很多钱 又或者给毒瘾 他这样 让他源源不绝 都要继续做事 还不清 但N房间这个是高科技版 其实就是 靈养这帮女孩都省了 根本上他就是一群 有组织罪案的人 是聊天室这样的平台 还要是收钱的 有paid membership subscription的名台 然后进去 有不同层次 不同阶级的会员制度 那你越给多钱 就越多他们所谓的 新奇知识体 但是进去 都不能容易置身事外 每人进去 除了要交下你的身份 证明文件 交钱之外 其实还要交出你自己的片 等于大家 大家双手都沾满血了 你不能告犯我 就像《监浩》刚才说的 就是 最低层次的房间 可能有些偷拍片 全部都是新的 不是说 你在网上骗到什么片 他要求你自己去拍 然后有些贵的房间 就会见到某些人受害 或者某些动物受害 再贵的房间 可以在现场 好像投标 我给的钱多 我就说 我现在要发生什么事 在整个场面 可以做出来 最近有几宗新闻 就在这里说 我有少少人被抓了 是有几个 很主要的房间 博士房间 另外 有两个房间的主管人 被抓了 这些房间里面 都很出名 为什么呢 他只是为了这件事 觉得自己很骄傲 他觉得自己的层次 去到博士的层次 其中有一宗 就是他 真是physical 拿了个女孩回来 然后固然是他脱衣服 然后在身上 问了这个博士的人 自己的网名 也都说 这个女人是我的狗 然后在一个视频上 就是拍这个女人 不穿衣服的情况 扮狗 甚至被她伤害 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就算不被抓上去 最低层次的 都会被人拍了片 你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有 源源不绝的新鲜片 原本的内容 就是它是不用用钱 都在街上拿到的 或者你可以介绍一下 为什么它可以拿到 这些新鲜的内容 而是自愿地奉献出来的 他们是用抓住人性的弱点 他用你要入会的话 你必须要去偷拍 或者去做他们指定的一些 不合法的影片 然后作为你入会 或者是能够观看这些影片的 一个入门的门票 那之后他就会要求你 会有其他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一旦你不去做 他就会用你给他的入门票 作为一个要挟 来要挟你说 如果你不去做 我就曝光你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就把你 他要曝光你真正的身份 那作为一个 任何人 他都变成是一个人性的弱点 他怕人家知道说 我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我去偷拍了人家的影片 我去我的事 我去拍了什么样子的影片 他利用人性的弱点 他抓住了 所以他能够一直的要求你 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他能够有远远不绝的影片的流入 那也有另外一个 源源不绝的收入来源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自愿给他 除了我们说 主要观看入会的男士多 之外 其实女士都会提供片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很多在网上正当的交友平台 可能这些女士 或者很年轻的小朋友 她想认识多些朋友 有些人可能在上面想尋找戀愛的机会 但是他在这些交友平台 就和那些人混熟了少少之后 就会开始叫他提供照片 然后某些照片他可以移发节目 又或者他要求你提供一些比较 嗨边 是吧 边缘化的照片 接着他就会 就来要挟你 就说我手上有你这批东西 我有了你的ID 我知道你有了你的身份 你想不想这一批照曝光 我还有我所有通话记录 你想不想把这些东西曝光 你想不想你老师知道 你想不想你家人知道 我们讲的可能是小学生 中学生 那这些小朋友就会害怕 那怎么办 我要你熟悉 但是我不要你给钱 我要你拍这些片给我 那他就马上代入了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不断越拍 那你越拍他就越害怕你拿出来 那就好像等于 长长久久年年碎碎 这样被他要挟 但是同时这个人是不需要 附上一分一毫去买这些片 那那个受害的女生 就会长期地活在威胁 惊恐被人控制的情况之下 而他家人是会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家长应该是要去看 和了解清楚 其实你们的子女是在哪个地方上网 我觉得这样说 最简单的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太过放宽给我们的子女 去到那个地步是 你要上网就行了 我给你上一个小时网 你之后你继续回去读书 是吧 给你们一个自由时间 但是那一个小时里面 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发生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应该要去 给多些监管 监管 究竟你自己的小朋友 去了哪些网站 和他们在做什么 我想问 Doctor 有些什么是见到 或者是 我经常都说的 那个sign 有些什么的sign 有可能会是见到 咦 现在我的小朋友 有机会是因为网上 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网站 有可能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其实有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东西 很典型的sign 就是他可能很惊恐很紧张 完全不让你看他的电脑里面是什么 他可能是说是私隱 但是他自己是处理不了的 那你会觉得 我又没有给你压力 你好像现在又不用上学 又不用考试 你就在家上小小堂 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活动 为什么你会这么害怕呢 为什么你会这么惊恐 或者不上网又惊恐 整天要上去看别人 有没有网上流出他的照片 然后上完之后 又继续是不安乐 那你大部分人上完网 打电机之后 失败了 但原来他不是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sign 其实家长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就算你说不只是上网 你只是用电视 其他媒体也是 其实有些家长指引的锁功能 你买电视可以买一个combo 网上可以加这些加密的锁 令到家里的wifi系统 是不可以上到这一类网的 嗯 好了 另外一个话题想问大家 家和这个家 OK 我们其实这个家和的机构里面 有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去供应给家人呢 嗯 家和我的网站上面我们有建立一个resource library 那当中有一个影片是关于网路成瘾的 那我们会建议家长能够去了解 那此外的话在resource library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 可能是像家长跟孩子互动的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跟我们服务相关的影片 那我想再补充一个的话就是 除了家长跟孩子的在家里的互动之外 在网路的安全使用上面我想作为一个家长 应该适度的跟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讯息 他放出去了是会造成自己人身安全的危险的 以及对于他自己的成长是不好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网路安全的教育的一个对谈 是一个必要性的 除了我们刚才Sarah说过我们的网上图书馆之外 其实家和亦都有一对一或者家庭的面见 电话、线上的辅导服务 那就可以帮助家长 例如家长觉得我不知如何应付我的小朋友 但他又不肯来 他十多岁很反叛 那其实就不用逼个小朋友来的 家长可以先来的 那我们的辅导员会给一些家长教育 和子女沟通的方法 他可能会用得其所一点 于是令到他更容易 让小朋友开门和他说 其实我有困难 一般的华人家长很多时候就是指责 你是不是有事你不告诉我 你活该死了 早就叫你不要 那其实这种事情 你就是不断地把你的小朋友推远 令到人家更加不想告诉你他的问题 那他的惊恐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帮家长做 另外如果你的青少年的小朋友 是想过来自己一对一和我们的辅导员 接受帮助而不包括家长 互人亦都可以 有时候我们都在学校那里受到referral 他会过来做这种事情 亦都可以一家人一起来 有几代的人也好 只是父母加上女儿也好 其实都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都挺好 差不多是说的 就算妈妈有需要走进来 子女有需要走进来 妈妈不知道的又可以 或者两个一起又可以 又可以 可以了 但除了这些个人服务之外 我们还有小组服务 我们一般每年都有几次的家长教育小组 家长教育小组 就会是幼儿到小学 接着有青少年的家长也会 有家长教育服务 另外有些跟青少年成长有关的 短期的教育服务 亦都有一些跟有特殊 或者障碍有需要的小朋友的家长 这一方面的家长教育也有的 不如这样说 早知有任何的情况出现的话 譬如你见到你的小朋友 好像有些事情有点不妥 随时可以其实打电话来查询 咨询了问了先都可以 不过最重要的 安全第一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才开始去行动 好了 最后 怎样可以找到我们 就是416-979-8299 任何的情况 你会发现我小朋友好像怪怪的 有些事情好像 他经常都按着电话 不让我看 有些事情好像 有些人不停联络他 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不如很简单 打电话来问我们的意见 不如用专业的角度 step by step 告诉他有什么可以做到 今集我们暂时先过一段落 下一集再说 本信息是为了提高公众对社区的资源认知 如果需要寻求专业意见 请自电416-979-8299和专业人士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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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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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